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圆讲鸟话 你身为一个男生是不是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身边的女性朋友暗恋着呢 你身为一个女生是不是想要搞清楚到底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好 那我们下集揭晓 没有啦 是的 之前我有拍过了男生喜欢上女生的八大表现 然后下面有很多的留言都希望我能够拍一集是关于女生喜欢男生的 所以 经过我做了一些功课后 我终于整理出了女生喜欢上男生的八大行为 接下来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 诶 等一下 是这个喜欢上咯 而不是那个喜欢上 你们知道的 第一 他会时常主动找你聊天 是的 两个人交往的前提必须要先有一定的交流 当你发现某个女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很时常主动找你聊天 或者遇到一些心事或失事的时候也会主动找你倾诉 而且他会很在乎你的反应 对你的意见和建议也会感到比较在意 因为他信任你 所以他随时都有可能按照你的说法而去解决 这样的话其实就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 他只是当纯把你当成是很好的谈心事姐妹 二 他已经喜欢上你啦 第二 他会比谁都还关心你 在乎你 是的 这一点相信大家看港剧 韩剧 爱情剧都可以看到 当一个女生喜欢上你时 他会时常不经意的问你在哪里 或者问你在干嘛 Hello 你在那里哦 Oh 这样 你在那里干嘛 而且当一个女生真的喜欢上你的时候 他还会时常对你虚寒问暖 比如天气冷了 他会叫你穿厚点的衣服 天气热了 他会叫你喝多点水 医免发烧 或者会叫你工作不要太累 注意多点休息 是的 只有喜欢上你的女生才会做出这些感觉上像是情侣 或者夫妻之间才会出现的暧昧式关系 第三 他会很心意刺你的出 这一点其实也没什么好讲 因为一切都会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当一个喜欢你的女生看见你和别的异性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时 他们通常会表现出以下这三种不自然情绪的其中一种 脾气突然暴躁 突然不讲话 和看起来好像没事 就像这样 哇 你还可以这样呢 盲劳呢 诶 说你听不听吗 不要问 没事 哦 没有啦 刚才在回复メッセージ 诶 你们在玩什么 所以男生们 如果你发现你身边刚好有个这样的女生 而你也对她有好感的话 那你就记得把握机会 尽量不要让她吃醋啦 第四 她不会介意和你单独约会 是的 这世界上大部分的女生都是害羞的 而对你有好感的那些 更不用讲 如果当某个女生愿意和你单独出去约会 比如说逛街 看电影 或吃顿饭等等 就像这样 诶 等一下你有想要看什么电影吗 或者我们去吃VV2 Plus啊 诶 等一下不要去前面的美容店逛一逛 因为我要买那个Miray的基本保湿水增磨 如果一个女生对你完全没有好感的话 她是不会答应和你单独出街的 第五 她不会回避和你的暧昧接触 所谓的暧昧指的是聊天暧昧 而所谓的接触指的是行为接触 哇 这句对面还挺起来 好像很专业的感觉 是的 如果一个女生对你完全没有好感的话 她肯定会抗拒跟你暧昧和近距离接触 VV2 你在做什么 诶 please 不要这样叫OK 很恶心 please 或者当你们有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她也会很明显地避开你 而相反的 如果她是喜欢你的话 她只会表现出害羞脸红 而不会直接地抗拒你 避开你 第六 她不会介意和你共用私人物品 通常情况下 女生是不会喜欢别人用自己的私人物品的 除非是对她喜欢的人 比如当你口渴的时候 想要喝她水瓶里的水 诶 你的水可以给我喝一口吗 我很口渴诶 哦 可以啊 哪 当一个女生真的喜欢像你的时候 她会很希望你们之间可以出现一种淡淡的情侣感觉 比如当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夹她盘里的食物来吃 或者你给她吃你的食物 她都没有表现出反感的话 那说明她对你是有好感的 如果你也喜欢她的话 那就... 把握司机啦 第七 她会和你聊很久的电话 对 也就是所谓的 布顶娃众 会聊很久很久 漫无天机的聊 然后是什么都会聊的那种 比如 诶 我今天去逛街我买了mirror的水增摸诶 我现在在用这儿 擦我用的我别人带去给你用啊 嗯 然后我的同事他就不爽咯 然后他就跑来我跟我抱怨咯 诶 我跟你讲 我今天月经不小心留一点重要铺子咯 妈的 超尴尬的 幸好没有被发现 要不然这种白血咯 相信我 如果一个对你完全没有好感的女生 是不会那么得空和你聊那么久的电话的 第八 她会向你表现出她撒娇 任性的一面 是的 女生是不会轻易对别人撒娇或任性的 但对自己喜欢的人就例外 如果有时候你发现她故意在你面前撒娇 吸引你的注意力 嗯 我要那个ashgram 又或者在你面前像个小孩子一样 一直对你任性 一直跟你唱反调等等 诶 我就是不要 怎样 哼 这说明了她很在意你 又或者可以讲是她很依赖你 所以男生们 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的撒娇和任性 就不理他们 因为这其实也是一种传递好感的方式 以上综合了 女生喜欢上男生的八大行为 男生们 我是不是帮了你一个大忙咧 不好意思女生们 我也不是故意要出卖你们的 是他们一直留意要我拍这个主题的 真的 是他们 其实女生喜欢上男生的表现也不只这八项而已 为了控制影片的长度 所以我只选出了几项比较常见的来讲 也很欢迎你们留言在下面告诉我 女生喜欢上男生到底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快在下面留言 我一定会去看的 男生们 看了这一集聊话 记得要分享给你的兄弟死党们 让他们也清楚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被女生暗恋着 而女生看完后也记得要分享给你的男友看看 说不定他身边也有女生暗恋着他 对不起我讲错话 对不起 我是阿元 希望这一集阿元两话能够帮助到你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 你们可以去follow我沙子的instagram 和赖我们的废数fash 以关注我们的生活动态 也记得要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上传新的影片 打开小铃铛当后你就会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啦 好啦 原子大门 今天的阿元两话就讲到这里 拜拜 我们下集见 哈喽大家好 刚才在影片里面提到的那个是 蜜蜡的基本保湿水震膜 它是一款零添加的保湿膜 没有乳化剂 没有合成纸 没有人工色素 没有矿物油 没有酒精 也没有人工香精 所以它是用于任何肌腹敏感和非敏感的人 如果你们对这款保湿水震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在影片下面的简介那里找到两个方式 好啦 拜拜 我们下集见